大家好 我们一般在养这个盆栽杜砖的时候呢是建议大家大概两到三年左右就可以给你的这个杜砖花呢换一次盆了 那么我们怎么判断你的杜砖花是需要换盆呢 其实从四个方面就能够判断出来 首先第一种情况呢就是你的这个杜砖花生长得比较快 然后呢上面的这个枝叶呢非常的繁茂而且呢长得比较大 然后底部的这个盆呢相对比较小就会显得有点头重脚轻的现象 那么这种情况就一定要及时的给它更换大一号的花盆了 第二种情况呢就是你的植株的生长特别的快 然后它的根系已经长满整个花盆 然后呢已经从盆底长出来了 那就说明的话呢这个时候呢 它其实呢生长特别快 已经没有足够的空间来供给你的这个根系生长 所以呢一定要给它及时的换盆才行 第三种情况呢就是你的这个盆土向上隆起就是那些根系啊 可能呢已经向上生长 那么就说明了根系的生长已经受到了限制 也已经没有空间来生长了 所以呢也要其实的更换盆土才行 那么第四种情况呢就是我们再给你的杜砖花呀 给它浇水之后呢盆内啊可能会出现一个积水的情况 这个水呀一直下不去 而且呢水里面呢会有一些排泄的泡沫水呀 无法从这个盆底啊流出去 那就说明了你的盆土可能已经板结了 或者是严谨化非常的严重了 这种时候呢这个盆土已经不适合你的杜砖花生长呢就一定要及时的更换盆土才行 那么为了避免出现这种情况呢大家一定要注意 平时的养护过程中呢不能过多的用一些无机肥可以适当的用一点有机肥 想要补酸又补有机肥的话呢建议大家可以给它用上这种 洗酸植物型的有机氧液 这种有机氧液呢它是含有丰富的有机质 大量的微量元素还有蛋链酱元素 可以呢让盆土更加的疏松透气 而且不容易出现板结的现象 而且呢还能够适当的给它补酸 避免盆土严谨化严重 所以啊大家在养这个盆栽杜砖花的时候 如果发现这四种情况的任何一种 我们都要马上给你的杜砖换盆 好了今天就分享这里 我们下期见